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深入观察美国 你就会发现另一个美国 涉及美国危机时 美国两党高度统一 美国人会聚集在国旗下 甚至从家里拿出枪支 美国支持界批判美国 是希望美国再次伟大 总统候选人都是伟大的爱国者 要不川普和拜登这两个快80岁的老头还要竞争上岗 川普更是不要工资 自备干粮 毛泽东尽管没有到欧美留过学 对美国并不陌生 他有三个美国好朋友 埃德加斯洛 安娜 斯特朗 以及爱格尼斯 史莫特莱 在斯大林去世后 中苏交恶 毛泽东便与美国暗通款取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 他为取得美国人的信任 甚至送上了与美国开战 为美国报一件之仇的特大礼包 习近平没到欧美留学 也没有美国朋友 在他的眼里 美国人就是一群 吃饱了饭没事干 想找中国茶的家伙们 习近平在近代史上下过功夫 对西方列强 有一天二地仇 三江四海恨 只可惜 他读的近代史 是不为死 使中共御用学者胡编乱造的 闲话少叙 言归正传 中美关系走到了今天 也基本算走到了地头 蓬佩奥说 美国人瞎了眼 上了中国人韬光养晦的当 这话要看怎么说 事实上美国人并不少 在做生意的同时 一直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奥巴马时代就已经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 并安排拜登接近习近平 要他了解他的治国理念 拜登在与习相处了二十多个小时后 对奥巴马说 这家伙啊 骨子里就没有民主 他上台后够我们忙活了 说来习也倒霉啊 现在在美国对付他的 就是当年把他看了个底儿掉的副总统拜登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很多 如贸易不平衡 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 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 废止香港一国两制和武力恐吓台湾等 但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并不是这些因素 他使2014年中国在南海诸岛大规模田岛修建军事设施 第一 南海航行自由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 就大国之间的核心利益而言 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认知差异巨大 就像20世纪初 德国人并不清楚 当德国扩充海军并新建威胁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中东铁路时 就意味着英德关系的全面破裂 同样 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理解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田岛对中美关系产生的真正影响 在美国这样海洋强国眼里 中国在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 是对它安全身世攸关的挑战 是不容妥协的地缘威胁 马六甲海峡以及南海地区 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 据世界海运理事会统计 全球有25%海上航运量 也要经过这里运往各大洲 其中中国60%的外贸运输 日韩两国85%以上的石油 美国西太平洋原料贸易的90% 都要经过该地区 南海对海洋帝国美国来说 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书 有分析人士指出 无论大陆在南海军事化问题上如何坚决 对于以下几点后果 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 当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逐渐提升时 千万不要低估这一举措 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键性航道是海洋帝国的生命线 这是其不可妥协的地缘核心利益 19世纪英国与俄国曾经因在巴尔干 伊朗阿富汗远东的纠纷发生过多次战争 但一旦德国的铁路经过苏伊斯运河 英国甘愿牺牲自己在伊朗的利益 换取于死敌俄罗斯的谅解 以对抗德国 1937年日军故意轰炸美国班来岛号 美国能够做到无动于衷 但当日军1939年占据海南岛之后 由于1941年入驻印度威胁新加坡时 美国则不惜战争 也要与日本全面摊牌 因此南海诸岛的军事化 必然会带来中美关系的强烈对抗 可以说从中国的南海诸岛大规模舔导军舰 中美之间纠纷 逐渐从普通的经贸地缘摩擦发展为 战略层面的对峙 自2014年4月起 美国国防部长不再到访中国 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互访惯例 从2015年10月开始 美国多次派军舰 进入中国军事化的南海诸岛 以宣示自身不妥协的立场 2016年1月 美国军队重返菲律宾 其部署位置均针对南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哈里斯多次宣称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整迫使美国做好今天 与中国作战的准备 今年2月 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两个美国最大的航母打击群 同时在南海军事 第二美国反华同盟已经成行 美国在经历了川普单打独斗 对抗中国的时代后 拜登总统恢复了联合盟友 对抗强敌的外交传统 并且迅速得到了盟友的积极回应 一美国放松对日本的军备限制 从2014年开始 随着南海军事化问题不断升温 美国逐渐放开了对日本的军备限制 美日之间也开始在防务问题上实现捆绑 2014年4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出访东京前夕 接受日经新闻书面专访时表示 欢迎日本要在美日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包括重新检讨宪法中的集体自卫权的解释 而前任安倍晋三首相也逐渐在美国的默许下完成了修宪 实现了国家军队的正常化 另外就美日安保条约 得钓鱼岛的适用性 美方也从2013年哈格尔语言不详 发展到今天的逐渐明确 拜登政府与日本的美日二加二会谈 以及日本县内新首相菅义伟上月访问白宫 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共同发表时 对南海局势表示强烈关注 二印度加入印太北约 2014年后美国与印度的防务关系得到了飞越式提升 两国间原本尴尬的关系 从公认的糟糕发展为2015年1月的战略伙伴 到2016年初的天然伙伴 再到2016年6月的主要防务伙伴 和军事技术上全面开放合作 都显示出随着美国对南海局势忧虑的加深 印度的地缘价值不断的攀升 这将为印度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战略良机 中印边境冲突恶化了两国关系 今年3月拜登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领导人 举行线上四方会议 美澳印日组成的四方对话机制 使拜登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核心 3.提升台湾防务 更重要的是随着南海局势加剧的中美对抗趋势 美国提升了台湾的防务层级 甚至直接将其纳入自身的同盟体系 美国从川普政府开始对台军售扩大 并相继出台的多个台湾法案 拜登当局积极推动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角色 4.欧洲加入美国阵营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高度一致 中国在香港和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以及在南海的军事扩张 使中欧关系迅速降温 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约 在应对中国的挑战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 今年3月法国潜艇在南海出现 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即将驶入南海 在拜登上台前 习近平与欧盟达成了中欧贸易投资协定 结束了长达7年的谈判 但随着欧盟对新疆官员的人权制裁和中国的反制 欧盟已宣布冻结该协定 珍珠港不是一个空洞的历史概念 而是存活在现实中的某个节点 它犹如达默克里斯剑悬在中国的头上 中国一旦对台湾和南海周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或插枪走火 以及新冠疫情溯源被发现病毒源自中国的病毒失恋史 西方对中国大范围的全面禁运就会成为现实 中国不是苏联 苏联可以在禁运下生成 因为他们与西方接触有限 这也意味着一旦走向禁运 珍珠港就不能不成为一个生死抉择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国以及欧洲海洋国家的核心利益 世界上为海洋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数不胜数 中国2014年在南海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 可以说动了世界的奶酪 中国与世界的形势由此改变 目前美国正在积极组建反华同盟 中国处在围堵之中 高调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 没有真正的盟友 中美已处在珍珠港的前夜 共产极权与民主自由将面临决战 历史的源流早已划定了一个民族行走的路径 若不能以未雨绸缪的认知把握未来 那么命运必将不可逆转的划下历史的终点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